今天咱们给大家录制一款这个密切挂垫的做法 首先取上一米五左右的鱼线 主体是用两米 咱们鱼线取的太长不方便过珠子哈 不方便操作 取上鱼线之后呢取一米五左右哈 取上鱼线鱼线的两端 对齐 用剪刀斜着剪 剪成鞋口 然后分开 咱们左右手各拿鱼线的一端 左右线呢是以咱们左右手来区分的 所以说在左右 左手边的线就叫左线 在右手边的线就叫右线 第一步往右手边的线上穿上四颗黑 一颗白 一 二 三 四 四黑一白 然后与鱼线的两端对齐 直接将这几颗珠珠拉到鱼线的端中间 放置的是这样的哈 让这颗白靠近右手边 然后用 右手边的线回一下 哈 这样放的 用右手边的线 给我回一下这颗白 然后 这里会形成一个环 是吧 会形成一个环 不要都把这个环拉进去哈 然后将左线呢 从这个环里面 掏出来 然后轻轻拉一下左右线 然后右线 带着咱们这个左线 将这个扣拉到咱们猪猪里头 嗯 这样 这颗就拉紧了 大家注意 往下做的过程中呢 大家放的这个东西的方向 一定是说咱们线 比如鱼线所在的这个猪猪 是靠近咱们胸圈 是面对着咱们胸前来放着的 而不是说放到它对面哈 冲外是冲里的 这样放着 然后右手边的线 第二步 第二层呢 给 右手边的线 加上三颗白 第二层的第一步 右线加上三颗白 还是在最后一个柱柱上面回一下 再加的最后一个柱柱上面回线 将左线呢 掏过来 还是将左线呢 从这个环里面 这样掏出来 拉一下右线 这里会形成一个扣 还是拉到这个柱柱里头 你打扣的这个柱柱里头 第二层的第二步 左线过上一颗 左过一 过的是哪颗黑呢 是咱们起头四黑一白 什么这一个 过这一个黑 右线加上一白两黑 右线加上一颗白 两颗黑 当然大家 还是在最后一颗黑的上面 同样的方法 回个环 然后呢 还是将咱们这个左线 掏过来 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是在最后一颗柱柱 都是在最后一颗柱柱上面回线 在你所加的最后一个柱柱柱上面回线 玩笑我就不细讲了 第三步 左过一 右线加上 三颗黑 打扣 第四步 左线 过上一颗黑 过的都是与它相邻的柱柱哈 左过一颗黑 右线 加上 三颗黑 嗯 一 掉了一颗哈 又加三 然后第五步 左线 过上两颗 过上一颗黑 一颗白 左过一颗黑 黑是咱们几下的那一颗哈 大家看一下过这一颗黑 还有咱们做的第一颗的白 左过 右线加上一颗黑 一颗白 一黑 一白 打扣 好 这一层做完了 大家检查一下 现在呢在这 看你那个跟我这个发散 跟我做的这里是不是一样哈 是不是在这个 第三层的第一步 右线加上三颗白 一颗黑 一 三 又加三白 一黑 第二步 左过一 左线 这一层呢是围绕这一层表面的竹竹来做的哈 平面的这些 第二步 左过一 又加两白 一黑 两白 一黑 大家这里要注意一下哈 做到第二步了 然后用上面领先 也就是右线 右线加上 一黑 两白 再加上一颗黑 又加一黑 两白一黑 右线加上之后呢 右线 从右往左 过上这两颗 刚刚咱们加的那两颗白 嗯 好 这样呢哈 大家看看加好之后的效果 这是咱们加的这一个 然后 该第三步了 左线 它是底下这个人线 左线过上一颗 右线呢 加上三颗白 现在我右线比较短了 因为一只打扣打的右线比较短 这里 大家要注意 左线跟右线 在最后一个竹竹上面 不不对不打扣了 咱们现在对着穿过来 一个从左到右 就是这样 要从右到左 对穿过来 这样 好 就这两根线 叼换了一下位置 但是呢 还是说 哎 左手边的线 还是左线 这个右手边的线呢 还是右线 好 第三步 第四步呢 左线 过上两颗黑 左线过上这两颗黑 第四步 左过二 又加三 第五步 第五步 左线过上两颗黑 右线加上三颗黑 嗯 好的 最后一步 左线过上两颗黑 一颗白 两颗黑 一白 就是左线过上三颗 嗯 左线过上三颗了哈 过两黑 一白 右线加上两颗黑 这一层算是完工 然后该等第四层 第四层的第一步 左线过上一颗 白 右线过上一颗黑 右线加上一颗黑 右线加上一颗黑 第四步都是左过一 右加三颗黑 第二步 嗯 啊不对不对 这是第四层了哈 第四层的第二步 就是左线过上两颗白 过这一颗白 把这个鼻子这样哈 把它掰下来 然后再过这旁边的一颗白 第二步 第二步左过二白 右线加上两颗白 第三步 第三步 左线过上两颗白 第三步 第四步 第四步 左过二 也就是左线过上一颗白 一颗黑 右线加上一颗白 一颗黑 一颗白 这个鱼线翻的 第四步 然后第五步 左线过上两颗黑 右线 再上两颗黑 再上两颗黑 第六步 左过三颗黑 过一二三 一二三 这一颗哈 过这三颗 因为要封口了 然后右线加上一颗黑 其实呢 在一颗珠珠的时候呢 左右线加都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在 这一颗珠珠上面打扣的 好 给它升起了 身体这里不断线 右线向右 过上一颗黑 然后拿右线 加上四颗黑 一二三 四 第二步到第四步 都是左线 围着这两颗黑 四颗白 来做我的身体 第二步 左线过上一颗白 右加三黑 二刀子都是左过一 右加三 第三步 左过一 Pulling 嗯 嗯 第三步 左过一 右加三 有加三 第四步 还是左线过上一颗白 右线加上三颗黑 第五步左过二又加二 左线过上一白 再过上侧面的一颗黑 左线过上两颗 右线加上两颗 然后下一层了 身体的第二层呢 是五个六 中间呢 这儿用了两颗红漆 其他的地方就没有了 第一步左过一 右线加上四颗黑 一 二 三 四 第二步 左线过上两颗 右线加上三颗 三颗黑 第三步跟第四步都是一样的 第三步是左过二 右线加上两黑 一红 两颗黑 一颗红 第四步 第四步 左过二 又加两黑 一红 第五步 左线过上三颗黑 右线加上两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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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打好扣呢 先不要拉进去哈 咱们接一下线 做成这样 取上新的鱼线之后呢 还是鱼线 先剪掉 剪掉之后 拿鱼线的一端 从这里面穿过来 从要打扣的这个柱柱里头哈 穿过来 嗯 然后这是这 我现在手头的 底下这两根呢 是那个新的鱼线 就是这两端 手里拿的是这 咱们这个新线和旧线的左右线哈 不是这个旧线的左右线 然后还是 这会儿再把这个节 拉到竹竹里头 这样过竹子的时候呢 就方便 这样 就方便 方便了哈 有的时候 你取的线太粗 这里就不好穿过去了 然后将咱们这个旧线的两端呢 大家顺着这个竹子哈 随便过 过的次数越多呢 你做出来的这个 肯定也越结实 好 这是这个旧的余线 大家给 过完之后 旧余线的左端 剪掉 旧余线的 剩下另一根呢 也剪掉 这样 这个新的这个余线 就在原来这个猪猪上面了 求整一下左右线的长度 好 给咱们身体的第三层 第三层上呢 是五六 五六 还有三个五 第三层的第一步 左过一黑 右线 加上三颗红 第二步 左过二 又加三 这里用的全是红色了啊 哇塞 这会儿升起呢 黑色的猪猪就用不着了 大家放一遍 第三步 第三步 左线过上两颗黑 又加两红 第四步 第四步 左线过上两颗黑 稍稍等一下 右线加上两颗红 第五步 第五步 左过三颗猪猪 两黑 一红 两颗黑 一颗红 然后 又先加上一颗红 该做它这个角了 这个角呢 还是挺简单的 第一步 右线加上三颗红 第二步 左过一 又加二 对的了 第三步 左过一 右线加上两颗 第四步 拿左线哈 这里要注意 左线 加上一颗红 第四步 第四步 左线加上一颗红 左线过 咱们做的第一个四度 像上的这一颗猪猪 这一颗 这样 这里就卡了一颗红 然后直接 加上一颗红色的猪 档口 档口 下一步 左线过上一颗 右线 过上三颗 左过一 右过一 二 然后再过上这一颗猪猪 过完之后是这样的哈 大家看 这样放 然后 拿两根线 共同穿上五颗黑色的 这里顺带坐上 走来了哈 一 二 三颗 四颗 五颗黑 两个线 共同穿上五颗黑 然后拿其中的一根线 穿上五颗红 其中这会儿要分开了啊 一根线穿上五颗红色的 四颗红色就可以了 三 四 五 穿好之后呢 跟左线哈 直接 这样 这里打个四颗就可以了 嗯 大家注意多打几次哈 打好之后 其中一根线往回挥一下这颗猪 看看能不能将这颗猪 拉到这个红的猪猪里面 就是将咱们打打好结的那个哈 拉进去 然后剩下的鱼线 大家再多过几次猪猪哈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过了 这是他的一只脚 这是他的一只脚做好了 然后做另一只 另一只大家看一下 拿的这个方向呢 这是这个嘴巴 这是这里有个四柱 就是咱们那会儿加的这一颗哈 再看一下比较松的这一颗 过上这一颗猪 这样过上之后还是围绕这四颗猪猪一 围绕这一二三四 做上四颗猪就可以了 第一步 右手边的线 加上三颗红 大颗 第二步 左线过上这一颗 大家记住围绕这四个四来做就对了 右加二 第三步 左线过上一颗 右线加上两颗 第五步 第五步 左线过两颗 过底下一颗 过侧面的一颗 大颗 大家收一下 打好扣之后呢 右线过上一二三四 绕到这一颗猪猪上 右过一颗 两颗 三 三颗 四颗 这样呢 目的是把这个四周圈呢 收紧 这里我 回线的方式我收一下吧 转了一圈之后 线还在这颗猪猪上面 然后两个线 共同加上五颗黑 一二三四 二三 五颗柱之后 大家注意哈 这里要卡正了 刚刚那个腿 没卡正这里 大家这里要卡 卡正了哈 卡好之后呢 其中一根线 其中一根线也可以 或者是 一个线加上三颗 一个线加上两颗 也可以哈 都是一样的 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要 打死结的 反正你打成一个五 就对了 这里 多过几组 看这个胳膊呢 也是很简单的 取上一根胳膊的话 大家如果想连的做下来 就一块做下来 如果想分开呢 就分开 取上一点 稍微长一点的鱼线 七八十公分吧 首先 大家如果想让这个 就是往前转呢 大家就从后边这样过来 如果说往后 往后弄呢 就从正中间这里穿过来 大家看着吧 取上鱼线之后呢 鱼线穿上四颗红 鱼线的一端 穿上四颗红色的 二 诶 一 二 三 四 然后两个线合并 两个线对齐 再共同穿上 五颗黑色的吧 二 一 二 当然大家如果不喜欢 这个红黑搭配的 大家可以做成其他颜色的 两个线对齐 穿上 四红 对替再穿上五颗黑 我比较喜欢这个往前抱的 你看这个胳膊比较冲前的这种 所以给大家就做到这种了哈 穿上之后 从它右手边这里 然后从左边 大家看一下哈 过拿两颗猪猪 这是正中间的两颗 两边 一白四颗黑的五颗圈 这个五颗圈上的 靠上的这一颗 过这一颗 还有这一颗 我想从它后面绕一串过来 再过上这一颗掰 大家这两根线拉近一下 这样它就做出了比较靠前了 然后上面这根线 围着这个脖子转一圈 转到这边就可以了 底下这根线围着底下这个 先说底下的这个吧 围着底下这边转到一圈就可以 转到向右手对应的位置 转到这儿就对了 然后上面这根线呢 也是转 这里不好过大家看看这广 这里不好过大家看看这广 从下往下 从下往上还好点 从上往下 过不去就从这个柱子里面这样 偷过来从底下 这样 咱们卡在这里就对了 卡在这里就对了 然后这两个线一块穿上 五颗黑色的 一二三 穿上黑色之后呢 然后这两根线 穿上四颗红 也可以分开来穿哈 也可以一根线穿上四颗红 这里呢 大家就打结就可以了 打几个截之后 咱们这个鱼线呢 往柱子里面过一下 这样打的这个 绑的这个四颗打 拉到咱们看能不能 大家注意用力的时候 不要太用力 拉到咱们这个柱子孔里面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是用0.4的线 打几次个的还是可以拉进去的 如果是用0.5的线 它就过不去了 你这个打的次数 越到这个东西越结实 然后大家还是取得60公分左右的预线吧 估计会更 下面该做它这个耳朵部分了 耳朵部分还是挺简单的 大家找一下这个位置 这里有两颗白 然后三颗黑 两颗白三颗黑组成的这个五步圈上 用靠后面的这一颗 这是两颗白是对称的 这两颗黑 在它后边这一颗珠珠上面 过一下 过一下之后 大家这个放置的方向 注意哈 是面对自己 这样分左右线 第一步 左手边的线 加上三颗黑 在最后一颗珠珠上面 在左线的最后一颗珠珠上面 咱们回一下线 打好扣之后 然后第二步 右手边的线 加上两颗黑 这里形成的是个三颗圈 然后第三步 右线 加上四颗黑 一 二 三 四 下一步 左线过上一颗 过它旁边的一颗黑 左过一 右线 加上三颗 然后这时候两个线 直接打四颗就可以 观看 我不用太长了,60公分也用不完 算了,剪吧 然后左边耳朵跟这边是一样的 还是找到两颗白,三颗黑所在的这个珠圈 用靠近后面的这一颗,裹上线 嗯,还是面对自己这样来放 第一步,右手边的线,加上三颗黑 打扣 然后下来第二步,左线 这里要注意哈,左线加上两颗黑 打扣 第三步还是左线加上四颗黑 一 二 三 四 在最后一颗珠子上面打扣 下一步,最后一步,右线过上一 一 这里任意一根线加上三颗珠珠就可以了 哪个现在都是一样的哈,直接打扣 然后呢,这个秘器就做好了 然后呢,这个秘器就做好了 嗯,然后拿这个秘器就做好了 这一款还是蛮简单的 大家如果是说喜欢从别处 当然这个胳膊呢 大家也可以取上鱼线 直接呢从这里卡一下 给大家早点一下哈 就是去上一件鱼线 从这里面 从底下这样 掏出来 这样直接 然后再拉紧 这样拉紧把它卡在这里 也可以哈 一样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